以往到大陸福建的民众大多会选择搭飞机 而以后您也可以选择搭船 定期客轮海峡号可以直接从新北市的台北港 直航到大陸福建的平潭港 在今年5月试航之后 今天试营运并且邀请民众搭乘 香港人也表示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 渴望在这个月底正式开航 壮达6500吨有全铝合金打造而成的海峡号 是缩短台湾到大陸福建直航时间的一大福音 航港局在15号举办试营运 邀请新北市巴黎的居民和同学 担任海峡号的游客测试营运状况 那我们今天的测试的标准是 希望说旅客进来报到到船上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40分钟能够把它完成 民众兴奋的环顾四周 海峡号的设备相当齐全 甚至还有游戏机增加趣味性 就是希望民众能够多多搭乘 促进两岸交流与发展 预计很快 我们只要拿到这个政府的许可之后呢 只要一声令下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运营了 除了客运之外呢 我们在货运的海运快递的这个部分呢 也能够透过将来的这个 快速客户的一个开航呢 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 这艘由台北港直航福建省的定期客轮 航行时间大约两个小时半 在五月试航后 已经取得试航航权许可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一切顺利 渴望在九月底开航 届时会吸引大批民众前来搭乘 联合报吴文良新北市报导 本集完